前几天,谢霆锋接受港媒采访,当被问到有无再婚的打算时,他很肯定地回答说,不会结婚。王妃和谢霆锋这次又掰了。这里是新闻八爪鱼,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天后王妃的感情史,年轻时这么美,别怪红颜,多情,请点个赞再继续,让更多关注王妃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。 王妃,这个名字,如同一个不变的传奇,她的歌,她的故事,她的气质,让她注定成为千万人心中的天后。王妃小时候与父母,哥哥一起居住在北京青年沟的煤矿大院,小学读的是北京地毯小学,还是文艺委员。 她的天籁之音遗传了母亲的良好基因,母亲下跪曾是文工团的女高音。所以,王妃生来就有一副好嗓子,纯属老天爷赏饭吃。 从读小学开始,王妃就不是一般人,文艺天赋极高,备受老师和同学喜欢。 到了1980年,王妃读了汐志门中学,还加入了中央电视台银河善儿艺术团。 有一次央视的文艺晚会,王妃便登台独唱了《大海啊顾湘》、《小百灵之歌》等等经典歌曲。 16岁就出版了翻唱邓丽君的作品。 在香港时,她以王静雯之名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《王静雯》。 当时不仅达到当年金唱片的销量,还获得《叱咤乐坛》流行榜《叱咤乐坛》女歌手同奖。 1992年,去纽约进修之后,王静雯凭借专辑《Coming Home》再次走红。 那首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在各种典礼上疯狂扫奖,王静雯一夜之间变身为华语乐坛天后。 《封神后》的王静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《王妃之名》发行专辑,还举办了首次个人演唱会,并创下连演18场的乐坛新人演唱会最高纪录。 他忠于自己,且忠于地十分严格。 每一首歌都与他的气质、灵魂融为一体,用最合适的演唱方式去表达,每一首歌都很王妃。 所以,才有了任何人无法复制的经典。 那时的王妃昂着脖子红遍大江南北,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起烦恼,他笑嘻嘻地说,最大的烦恼就是太红了。 90年代,他肆无忌惮地砸碎了大家对偶像的期待,一个人养活了全香港的狗仔,还顺便红成了歌坛的奇迹。 除了在音乐上的辉煌成就,王妃更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他丰富的情史。 爱过窦围,变上李亚鹏,又兜兜转转秦归谢霆锋。 王妃的半生都在爱情中失去和寻找。 女神王妃的爱情故事,也要从校园初恋开始讲起。 虽然王妃是校园女神,有很多人追求她,但她都无动于衷,因为早已心有所属。 上学时,王妃情斗初开喜欢上了隔壁班一个打排球的帅气男生,于是开始了自己的初恋。 那时候,王妃为了靠近男孩,经常会去打排球,很少说话的两人渐渐把心打开。 两人感情纯洁而美好,可最终还是因为现实原因成了一段青春回忆。 后来,王妃母亲翻看日记时,发现了这段初恋,因为怕耽误她的学习,就将这段感情扼杀摇满。 王妃个性要强,为了这件事还和母亲闹了半个多月的矛盾,但初恋回忆也只能停留在匆匆那年。 1988年,斗维加入了黑豹乐队并且担任主唱,1990年青岛高材生鸾树也加入黑豹乐队。 在一次演出中,王妃认识了鸾树,两人便很快谈起了恋爱。 鸾树气质沉稳有才,但王妃和她的爱情并没有持续多久,因为一个更加吸引她的才子出现了。 这个人就是斗维。 黑豹乐队发表了专辑黑豹后,开始走红港台,而王妃和斗维的爱情故事开始暗自发酵。 据说黑豹乐队演出结束后,大家聚在一起吃饭,后来斗维和王妃中途一起外出买酒,结果两人就一直没回来。 或许也正是那一刻起,王妃和斗维的感情已经走到了你浓我浓的地步。 不过,这段恋情也注定不会平静,因为当时斗维已经有了一个女友,就是江欣。 此时的江欣还不知道,斗维已经爱上王妃,一段三角恋正在悄然上演。 直到后来,斗维离开黑豹,组建了做梦乐队,演出后经常不见踪影,大带律师去约会王妃了。 可只包不住火,后来江欣在书中曾回忆三人之间发生的故事,也描述了自己的黯然退场。 有一天,三人在斗维和江欣租住的四合院里,开始当面对这段感情做个了断。 在这段反复纠葛的感情世界里,王妃虽然赢了,但最后的结局也还是输了。 1996年7月,王妃便和斗维凤子成婚,一年后生下了爱情结晶斗尽童。 随着爱情的开花结果,王妃的事业更是不断登上高峰,1998年和奈英在春兰演唱相约1998年红遍大江南北。 为事业发展,王妃经常待在香港,和斗维分隔两地。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,自己和斗维的婚姻却如此快地走到了尽头。 早在1994年,斗维就认识了一个叫高原的摄影师,两人的爱情故事在后来开始慢慢上演。 据传闻,奈英和王妃回到北京,正好发现了斗维和高原和私密恋情,失望透顶。 而这次三角恋情,王妃则变成了受伤的女人,最终悲伤退场。 虽然王妃一直敢爱敢恨,但对于和斗维的分道扬镳,她还是失忆了一段时间。 和王妃离婚后,斗维后来和高原结了婚,而王妃则在香港遇见了一个更重要的男人。 这个人就是谢霆锋。 那一年,谢霆锋刚满20,王妃已满31。 谢霆锋刚出道四年,正出场被万人喜爱爆火的滋味。 而王妃正是出道那一年,谢霆锋才刚满9岁。 2000年的王妃早已问鼎歌后,人气于她就如过演云烟。 当时,媒体和大众都想不明白身份差距这么大的两人怎么就走到了一块。 其实王妃会被20岁的谢霆锋吸引也不奇怪。 20出头的谢霆锋浑身上下都充斥着一股反叛境,敢在表演现场当众砸吉他来抗议主办方。 当时的她,在媒体面前敢怒敢言,不像如今脸谱化的偶像爱豆,镜头前的她有血有肉,比起如今许多满口keep real的说唱歌手来得更加真实。 也恰恰是这种来自骨子里的桀骜不驯,正中王妃下怀。 有趣的是,与豆韦、李亚鹏赞、王妃为女强人不同,年龄最小的谢霆锋却说,其实,阿妃只是个小女孩。 在她眼中,她不是天后王妃,只是爱人阿妃。 可光靠精神世界的契合,往往并不足以抵挡现实花花世界的诱惑。 像谢霆锋那样的男人注定风流。 在《风飞恋》最火热的那几年,命运又让谢霆锋遇上了另一个让她心动的女人。 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开始左右摇摆,迟迟无法做出抉择。 然而,一贯直来直去的王妃拒绝这种暧昧态度。 三番两次之后,《风飞恋》彻底完完。 这段轰动一时的恋情分分合合,最终在2003年告一段落。 那之后,谢霆锋有了张伯芝,王妃有了李亚鹏。 他们一个在香港,一个在大陆,各自组成家庭,向两条平行线互不相扰。 那时,没有人会料到十多年后,这两条看似不会再相交的平行线,会再度纠缠在一起。 离开了李亚鹏,在爱情中漂泊了半生的王妃,心中一直放不下一个人,就是谢霆锋。 其实,谢霆锋也一样,和张伯志离婚后,似乎也只有王妃能够走进她的世界。 2014年,有摄影师拍到了王妃和谢霆锋在北京公寓深情拥吻,两人宣布复合。 据记者描述,王妃开心的时候,会兴奋地在床上踢腿撒娇,她还会主动来到谢霆锋面前,在她的嘴上轻轻吻一下,就立刻笑着跑开。 在他们刚复合的那几年里,我们时不时便可以收到来自两人的狗粮。 两个加起来年龄超过90的人,相处仍像对小情侣一样。 很多人期待俩人什么时候结婚,谢霆锋在即日的采访中告诉了我们答案,我不会结婚。 在公众场合说出这句话,也许这是他们商量好的结果。 这个答案并不出乎意料,而是在情理之中。 是啊,经历了半生,兜兜转转走到一起,他们的爱超脱世俗,早已不需要用一纸结婚证来束缚彼此了。 相距离开,终有时候,等到风景都看透,曾经最爱的人,终陪着他一起看溪水长流。 这里是新闻八爪鱼,喜欢视频内容别忘了点赞,订阅,分享,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,说说自己的看法,我们下期再见。